人的一生几乎每天都在走路 世界卫生组织上也把走路列为最好的长寿的运动之一 坚持走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 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走路的习惯 还有走路的一个节奏 有些人天生走路就比较慢 觉得这样子走的慢比较舒服比较自在 而有些人的天性天生就喜欢走路走的比较快 那也有可能受到身边环境的一些影响 工作时间的一些影响不得不走快一点 那总之呢 不同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走路的习惯 那有些人就会有疑问了 那走路速度快的人跟走路速度慢的人 谁更健康呢 那么其实呢 要说走路的速度啊 是不是能够看出一个人健康 看出一个人寿命的长短 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 就是胡扯 但是实际上呢 其实还真的有科学家研究过这一个问题 那在英国莱斯特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啊 在2019年啊 发表在梅奥诊所学报上就发布了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提示了快走与寿命的关系 该研究呢采集的大约有47.5万人走路的习惯 还有死亡的情况 那么经过研究就发现其中大部分人年龄都超过50岁 那么科学家在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啊 快走的女性她的预期寿命长达86.7到87.8岁 那快走的男性的预期寿命为85.2到86.8岁 而慢走的女性的预期寿命啊 仅仅为72.4岁 慢走的男性的预期寿命只有64.8岁 那么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走路快的人活得比走路慢的人更长 时间更长大约能够多活16年 那从这个研究啊就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就是走路快的人要比走路慢的人啊 寿命更长 而且呢伊莱斯特大学团队啊 采用的是这种端粒检测技术 那这一项技术呢在衡量个体真实的衰老水平上啊 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 它准确都能够高达95%以上 那可以排除很多很多外在的一些误差和信息的干扰啊 已经排除了这些相关的一些干扰因素 那么最值得可信的就是啊 这种先进的这种基因的测量的方式 所以呢研究也是相对来讲啊 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呢从这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 就是走路快的人可能比走路慢的人平均多过16年左右 那么另外呢 就是也有很多人有疑问的 就是说快走啊 对于啊 我们的健康 对于我们的一些疾病有没有一些影响 那其实呢快走啊 对预防一些癌症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医卫生学院啊 曾经对7万人进行长期的这种研究 后来发现每天走路一个小时的人发生大肠癌的风险会降低50% 法国呢也有一项涉及到400万女性的研究就显示 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坚持每天快走啊 快走一个小时 都能够使这个乳腺癌风险啊 降低12% 所以说快走的好处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那这些研究也表明快走啊 比慢走会更好一点 当然呢 其实呢 不管是快走的人啊 他对这个健康有这么多的好处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啊 都适合快走的啊 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个问题啊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去重视 就是因为有些人呢 他其实并不适合快走 那么哪些人是不适合的呢 那么第一个就是有关节炎的人 患有这种关节炎的人呢 最好就不要快走来去锻炼 因为快走呢 会相对来讲会更加剧烈一点 那这样子呢 他呢可能会对他的关节会有一个更大的损伤 容易扩张这种膝关节的这种毛细血管 严重者呢 还会因为这种毛细血管的破裂 那么进而诱发这种关节炎的水肿 导致这种膝关节炎 这些关节的一些疼痛 所以呢 这一部分人啊 更适合的是慢走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 那虽然快走啊 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呢 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如果是有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 这种心血管疾病的人群 比如说有心衰的人群 或者说有潜在恶性心率失常的人 先天性心脏病的人 那么快走可能会诱发心脏病 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啊 适不适合快走 一定要咨询自己的家庭医生 这样子会更好一点点 那么想要走路更健康 要做到以下几点 那么第一点 就是要有正确的走路的姿势 我们正确的走路的姿势 应该就是抬头 挺胸 收腹 整个人呢 要有这种向上的 这种 这种拉伸感 我们视线要以地面平行 不要看地面 也不要看天空 那这样子呢 对于我们的颈椎都是非常不好 那么第二个就要选择合适的区域 一定安全 这个区域呢 能够我们预防跌倒 特别是中老年人 跌倒对他们来讲 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 所以呢 一定要预防跌倒 比较平坦的地方 可以选择这种空公园啊 操场啊 这种平坦的这种地方 去快走 去走路会更好一点 空气质量 选择比较好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刚刚讲的啊 大家呢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而且呢 循序渐进 然后呢 不要一下子突然之间 我知道了 走路对很好 快走很好 就马上走 一万步 两万步 三万步 其实这种也是非常不好的 具体的步数 可以循序渐进 那么有研究就显示呢 其实六千到一万步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步数的一个选择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收藏 评论 转发 好的 关注回忆生 健康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